一次,欧阳奋强去参加饭局,一个老板认出了他,冷嘲道,你这二十年除了演贾宝玉,就没演过一个经典的角色。 结果,旁边的人说,你可知道,他现在是什么身份。 大老板一听,立刻认怂,低头哈腰道歉。 1987年,导演王福林接到筹拍经典的任务,为了尽可能还原角色。 在挑选演员时,王福林可谓大费周章,先是通过层层海选,一千多个演员,然后又有选角导演从全国各地筛选演员,饰演林黛玉、薛宝钗、晴文等演员的人选,率先确定下来。 可是,唯独饰演贾宝玉的演员,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,耽误了拍摄的进度。 贾宝玉是个美男子,这世间少有,可没想到,邓杰推荐了欧阳奋强,导演说就是你了,赶紧来剧组报道。 可欧阳奋强却说,我太穷了,买不起机票,你们报销机票我就演了。 导演哭笑不得,就因为一张机票,得到了一个贾宝玉,最终才得以顺利开拍。 当然,当年我在《红楼梦》剧组,曾暗恋过一个女演员,她太漂亮了,几乎全剧组的小伙子都暗恋她。 欧阳奋强一爆料,所有人都认为,肯定是林黛玉的扮演者,陈小旭。 可是,欧阳奋强却摇摇头说,不是,欧阳奋强道出了真相,他其实是薛宝钗的扮演者张力。 剧组里的男演员,大多都暗恋他,我也不例外,可没想到,成夜宝玉,败夜宝玉,《红楼梦》十分成功。 陈小旭,欧阳奋强一夜之间,全部都大红大紫,成为了当年的一线偶像,可以说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 但事业的成功,却忽视了家庭,在妻子怀孕期间,没能很好的照顾,导致第一个儿子早产,然后夭折。 也是让欧阳奋强很是懊悔,但值得庆幸的是,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,如今二十岁女儿欧阳文书已经亭亭玉立,女儿继承了父亲的颜值,一双大长腿,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,也是成为了演员。 可是欧阳奋强后来却消失了,作为演员,他就再也没有超越过贾宝玉的角色了,人也不红了,而陈小旭也去世了。 对此,欧阳奋强并没有暗自神伤,甚至在酒桌上,还有一个大老板可意羞辱了一下,老板瞅了他一眼,冷嘲道,你这二十年除了演贾宝玉,就没有一个像样的角色。 面对这位老板的嘲讽,欧阳奋强淡淡一笑,只说了四个字我改行了,老板以为他混不下去,就改行了,刚想接着嘲讽,旁人看不下去,倒是为欧阳奋强抱不平,你可知道他现在是什么身份。 大老板却十分好奇,是不是做商人了?可是旁边的人说,人家现在是赫赫有名的大导演,你不知道吧? 他导演的作品拿了很多国家影视工程的大奖,老板一听,人家都导演了差不多五十部作品,就立刻耸了。 因为这一次邀请欧阳奋强来,就是谈合作的,行不行,全靠导演一句话,无奈之下,大老板制片人只能一饮而尽,赔礼道歉,虽然仅仅是个插曲,但也看得出欧阳奋强的一生,真的很成功了,眼儿忧则倒,这句话一点都没错啊。 而欧阳奋强说,我当年的遗憾就是没能去参加陈晓旭的葬礼,但在我的心目中,他一直都是我的林黛玉,是我的林妹妹。 他解释说,当年确实收到了陈晓旭家人的邀请,希望他去出席葬礼,可当时交通不便,没有高铁和动车之类的高速交通,而且剧组离不开他,自己作为导演,要是走人了,剧组就无法正常工作, 只能遗憾错过了葬礼,但后来每一年,他都会发文纪念陈晓旭,后来李绍红又找杨阳出演了贾宝玉,还有李沁,于晓彤等等流量出演2010版《新红楼梦》。 2010年,投资1.5亿的新版《红楼梦》一上映,就遭到了各方的吐槽,有记者问导演李绍红,《新红楼梦》是否过于闻呢? 李绍红霸气回怼,我这版没毛病,你当心在网上会遭到人骂骂哟?李绍红说,我这版是最精彩的,很多人说杨阳的贾宝玉不错,但其实杨阳得到了欧阳奋强的提携,专门去请教他如何出演这个角色。 但李绍红导演没有看过《红楼梦》,压根就拍不出当年的感觉,也无法超越,虽然自己说好看,但观众是不认可的。 李绍红毫不在意地表示,自己根本不熟,当初读一下觉得满篇都鬼话连篇,属于封建思想,现在仍然觉得不好,但影视作品就是给观众看的。 最有资格评价的还是观众,导演自己说了不算,毕竟,他自己又不看。 小编认为吧,一千个读者,有一千个哈姆雷特,但一千个观众,就只有一个林黛玉,一个薛宝钗,贾宝玉,八七版《红楼梦》,之所以成功就是让观众觉得,里面的人物角色,无论外貌,言行举止,就是这个样子的。 他像这么一回事,你们认为呢?